新在英國的香港民意研究所 香港民營副行政總裁鍾建華 日前在社交網站透露 共識多年的好友 前工黨立法會議員張超雄抵達多倫多 鍾建華表示 為好友重獲自由感到釋然 張超雄臨飛的前一天 兩個人在WhatsApp簡單交談時 最觸動他的一句話就是 張超雄說 好好啊 加拿大比較少人 我們現在只是希望能逃出生天 鍾建華感嘆 為何尋求公義的人 只希望能逃出生天? 其後張超雄留言感謝鍾建華 說現在雖然未能安定 但至少安全 自己的基本自由不再需要 仰賴當權者的賜語 又表示日後需要以更多時間 照顧女兒和家人 做一個照顧者 亦不會忘記初心 立法會前議員張超雄 在2004年成為立法會社福界議員 4年後代表公民黨 出選新界西拜鎮 直至2012年代表公黨 轉戰新界東成功當選 重返議會 至2020年11月 同民主派議員總辭 張超雄在2020年5月8日 立法會內務委員會選政府主席時 到主席李慧琼面前 高叫李慧琼、李月權加口號 逾40分鐘 今年初被法庭潘淼氏罪成 入獄三週 同月24日 認滿出獄